2024年2月12号,各位老板依法爱国了吗?我是老王,今天来一期比较有点争议的话题 我先说,这期视频,这期节目,涉嫌为老街上老流氓川普洗个地 这个是最近这几天,我看简体中文圈就围绕着川普竞选的一些言论 又开始互思 首先一个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那届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发出一个警告,这是CNN的采访 说川普上台很危险,他会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 使乌克兰背后的联盟崩溃 就像他2020年要求我从德国撤军一样 如果北约国家没有达到军费的要求 他将开始从其他国家撤军 这将破坏北约联盟本身 并向普京示弱 这也将让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失去信心 最后CNN的一个评价是川普是一个崇拜独裁者的生意人 他很怕普京 这是其中一个啊 这番话是可以验证的啊 另外一个是12月10号 川普在南卡罗莱纳为竞选造势的时候 又聊到这个话题 说之前有一个北约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 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付钱 那么俄罗斯打过来了 美国是不是就不会保护我们了 川普说 我当时就说了 如果你们没付钱 我不仅不会保护你们 我还会鼓励俄罗斯打你们 在现场的观众啊 开始鼓掌 那么这段视频大家也可以找到啊 然后这段评语是 这是其中一个人的评论啊 在川普眼里一切都是生意 没有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盟友 只要普京某平等 给出的价格合适都可以做交易 他所说的北约某主要国家 很可能指的是德国 2020年冯德莱恩是国防部长 我不相信德国说过我们不出钱 这个 哎呀 这玩意儿好像是川普在那编故事似的啊 这个冯德莱恩 或者关于川普要退出北约的争论吧 或者说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这个嘛 你们都要出钱啊 并且他不仅仅只是针对一个北约 他去日本 是吧 日本是美国的盟友 我驻军了 你要给我军费 这个也是查得到的 川普去韩国跟韩国那边聊不也是吗 我在你这驻军 你得给钱 我帮你打抄险 你也得给钱 你只要是给钱 咱啥都好说 是吧 还表示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说 这个就很没意思了啊 后边说的是什么啊 俄乌战争让欧洲国家醒过来 他们已经大幅增加了军费 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超过了美国 这种情况下 川普仍然以是否出钱来要挟盟友 难怪普京希望他重回白宫 普京到底吸不希望他重回白宫 或者中国到底是希望谁上台更有利 这个咱们也甭争论了啊 现在还没到时候是吧 最起码要半年之后吧 咱们才能够看到真正的两方的态度 现在都是猜 那么首先一个就是刚才聊的 咱们说北约该不该出钱这个事啊 两件事吗 其实就是两件事 钱啊 道义 是吧 咱从哪个角度去聊都跑不了这个 你从政治的角度啊 从格局的角度啊 中国人还讲格局吗 你也逃不开道义这件事 你看从俄乌战争爆发开始 一直到现在老王坚持的一个老辈 你们怼老辈好多人怼的一个原则吧 就是你美国不应该只喊口号 你应该管 你欧盟也不该只是喊喊口号 搞搞制裁 你也应该做点真正的对战争有帮助的啊 包括我说北约你不能看着 还一帮朋友给我留言 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 那么防御性联盟 人家都打到你的眼皮底下了 那么乌克兰啊 对这个是之前啊 战争高爆刚爆发的时候 我就谴责北约你 吸收乌克兰 对吧 把乌克兰变成你的北约同盟国 你就有完全的理由去进行防御式反击 对吧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给我科普防御性联盟啊 甚至说乌克兰很腐败 乌克兰啊 不不配进北约等等 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战争没有爆发之前啊 势己且相随嘛 两权相害取其轻嘛 你这个才是权衡啊 对吧 你等着乌克兰被人家打完了 你北约 你北约往哪房去 房谁去啊 是吧 整个那半圈 乌克兰在中间 中间这块没了 这一圈的弹丸小国 是吧 什么芬兰波兰啊 那不就是俄罗斯眼皮底下的一块肉吗 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关于美国呢 也是这样啊 你美国 为什么咱们需要美国 或者想希望美国去管各种事吧 也不仅仅是乌克兰是吧 包括台湾啊 对吧 那么你美国很强大 你美国无论是军事啊 还是经济啊 都很强大 好像是功夫里边 那个电影还有这么一句啊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其实这个东西基于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这么想 基于的是道义 但是道义归道义 钱呢 是吧 我美国出兵管你这事 你不该给钱吗 你不该承担费用和军费吗 是吧 再早一点 发生在 好像人类历史上 唯一一次吧 在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上 发生的其他两国的战争 就是大清 在日俄战争 是吧 发生在中国东北 那个时候 大清国打不过俄罗斯 怎么办啊 花钱啊 去请日本兵来打 那么你要不要承担费用啊 要不要给足条件啊 是吧 我旅顺港啊 我东北的路权啊 矿权啊 等等 你要用这个东西来换 这个是对的 不然呢 你是军事强国 我这挨打了 咱们是盟友 你就得帮忙啊 无偿的 无条件的帮我 这个就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吧 当然这个是纯探讨啊 闲聊 因为这种事对我而言就完全不可理解 因为你看在国内 经常有人跑我这来留言 说自己蒙冤了 受受屈了等等啊 特别是扫黑除恶之后的一些企业圈的朋友 自己的老板 老公 家人被当地政府抓走了 就给打成了黑社会 问我啊 那老王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啊 能不能给找找律师啊等等 你说这种事我帮还是不帮呢 不帮 没毛病 帮呢 是感情 是吧 或者我帮他出点主意 这种事我要不要收钱呢 我肯定不说不收钱啊 我又不是挣这个钱的 是吧 给道义 金钱 感情 咱们把这三样给他放这 然后我就给你介绍个律师吧 这种案子当地的 甚至别说你们市一级的 省一级的大律师几乎都不接 因为只要接了这一类的案子 咱就举个例子 孙大午那个案子吧 只要你接了孙大午的案子 那就等于站在了河北省 乃至最高法院的对立面 是吧 哪个律师接 你给多少钱啊 对吧 那是另外一件事 先说接还是不接 那么接这种案子是基于什么呢 道义 法律 良知 你怎么说都不为过 我明知道那是个坑 我明知道要非常的艰难 这个钱我可以不挣 你看 所谓的你考虑这个事 是不是一个出于道义 你要不要考虑钱的问题啊 你这个钱我可以不挣啊 对吧 那么我就接了 那你说是为啥是吧 这个案子最初接 是持树生大姐接的 所以我了解的比较清楚嘛 那么一个黑鲁江的律师 接了孙大午的案子 原因是啥 谁都不接呀 然后呢 为啥开庭的时候 不是持大姐了 司法厅 司法处 河北省的各级部门 乃至搞到 国一级的 明白吧 最高院啊 司法 司法总局啊 等等 包括律师协会啊 一直到最后 黑龙江省的司法部门吧 都约谈 持大姐 你这案子你别接了 这案子你不能接 你就不能出庭 你要接的话 那这案子永远不能开庭的 那你说 这是不是基于道义 对吧 这个钱可不可以不挣 就是这么的吧 其实中间还有好多人 一钻事 我给他介绍一个律师 我说你这案子可能很多人都不敢接 我给你推荐几个吧 推荐个两三个律师 他过去聊 甚至跑人律所去做咨询 然后会有人骂我 你知道吗 甚至骂律师 怎么还收钱呢 你们 我这蒙冤了 我这家人已经被抓了 被打成黑社会了 找你来帮忙 你们出于道义 你们这些公知 天天写那些东西 怎么还收钱啊 我说我不理解 或者对于今天这期邪幕 涉嫌洗地 也是这个原因 我凭什么白帮你啊 对吧 换言之 你这个道义的担当 和我赚钱这件事 没关系啊 那律师就得免费给你打官司 免费的 叫什么司法援助 或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承担着 甚至被吊销律师资格证 甚至被抓走的一个风险 免费 这个就叫道义是吗 那么你把这件事换到美国的身上呢 或者换在川普的身上呢 我出兵 我在你北欧啊 或者东欧驻军 美国在东欧的驻军之前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是常年保持在六万多人啊 啊 那么多的军事基地 那么多个国家是吧 你说这个出于什么 道义 对吧 完完全全是出于道义啊 联盟啊 是吧 或者战略的角度去考虑吧 但是这个军费呢 啊 你们北约国家啊 美国这边哪届总统好像都会提这件事 是不是增加点军费的开支啊 你们也别全指着我呀 是吧 包括在日本啊 韩国的驻军啊 等等吧 嗯 我出兵 我驻军是出于承诺 出于盟友 出于道义 但是你们承担点费用 这个是出于什么呀 啊 谈道义 伤钱 是吧 谈感情一定伤钱 谈钱不伤感情 就这个逻辑吗 嗯 一分钱都不想出 我跟你谈钱 你就跟我谈道义 是吧 哪有那么多好事啊 全可着你这一个菊花贯签 是吧 嗯 这个可能是我尝试去理解这件事 或者咱们再来探讨这件事 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先立个牌坊 免得被你们骂大街 那么像前边说的 你这个钱我可不可以不挣 对吧 哎 道义先讲一下 再讲一下钱 刚刚讲了池大姐那个事 你像我在国内 我经常用这个角度去评判一件事 或者衡量一件事 比如说某网络平台啊 某国营企业找我来给他做一个咨询项目 给了很多钱的 这个钱很好赚的 啥项目 还是老王最擅长的那种狗头军师啊 出坏主意啊 我这要天津的那个开发区 或者天津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 我这有五千多人 我想裁员 我想搬了 我不想给一分钱 老王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说真的就这种这这种钱 咱们还说赚不赚之前 还要先讲一件事 你有没有资格 有没有能力去赚这个钱 老王出这个主意 那我都不用那个回家想 我坐他办公室里边脑子里一过 十几条损主意坏主意 哪一条都都能完美解决他这件事 但是呢我就不说 我就不接啊 还得劝两句 我说你这也太缺德了啊 我说这这钱挣了 我靠我的岁不安生 那边的HR呢 跟我关系也很好 多年的老熟儿吧 哎呀没办法啊 上边下来的党委书记 压下来的死命令 全国多少多少个厂区 多少多少个库房 都是这个命令啊 就是不给钱 一分钱都不想给 甚至工资都不想给 那你说这钱挣吗 明白吧 我要挣的话 我靠你们得骂死我 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 是吧 我还哪有逼连 坐在这给你们逼逼 咱们讲讲道义和金钱 是吧 这个是我对道义金钱的一种理解 或者我理解道义金钱的来源吧 经历 就是个人的一些经历 所以有些钱我能赚 但是我不赚啊 是基于道义 那么有些钱呢 有些道义呢 你让我去担当 你就付出点成本啊 你就必须付出成本 你凭什么让我免费啊 是吧 对 讲讲讲吧 之前在随手工艺 余健荣老师那儿啊 后来我说退出 这个原因也是差不多的一个道理吧 我说整个这个工艺 你说用个车啊 用个人啊 用个库房啊 或者偶尔的捐个水费 电费啊 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钱 不好 那个从基金里拿钱 对吧 你交个水费几百块钱 甚至几个那个固定的志愿者 对吧 那樊英华他们几个的工钱 你得给人钱啊 你那饭钱你不得给吗 这些费用 就是为了让 从社会上募捐的钱 更多的用在踏踏实实的 公益性采购上 公益性活动上 所以余老师这儿呢 经常的就是 哎呀 老王 或者你们几个 做生意的嘛 这个三千块钱 两千块钱 你看看是不是支持一下啊 这点钱就别从社会上募捐了 我的大概的定位就是这些 然后呢 全国所有的物流 对吧 你只要是发货啊 那肯定找我呀 对吧 运费多少钱啊 该多少多少 我顶天过去 让下边的项目经理 你去找找那个 发四川成都的啊 发这个西安的 跟人家说一声 这是公益的东西啊 捐赠的物资 能便宜给便宜点 就别挣钱了 是吧 我凭什么让人家去给我免费呀 对吧 你要么你完全免费 你这车的运费 完全从公益基金里边出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要么 那就 少给点呗 这少给点 你说是出于利益 还是出于道义 其实都不是 就是我在卖这张脸 我在这个行里有点面子 那是我的合作的成运商 对吧 你凭什么要求人家不挣钱啊 人家要装货 要卸货 忙忙当当的 是吧 就是让你便宜点 给便宜点吧 也就这样了 你说这事做的不挺好吗 那么到最后 退出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 一群人说 我在挣钱 在因为我收了钱了 他们看见爆账的时候 账目公开的时候 这里边有那么多的物流费 发到这三千 发到那五千 哇靠这么多钱啊 然后呢 自己又去 还有一个是 他其中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志愿者吧 四川的 还去咨询了当地的一些物流公司 从北京运到梁山 是多少钱的运费啊 跟我那一比 说我那个贵了 哎呀 这东西你怎么说呢 这个价格 我都看着很可笑啊 我两千块钱去到发州 我说你发 对吧 我他妈找人家三千 这都算是 卖了脸的 你说你两千 而且这里边呢 因为公益组织嘛 你还要开票啊 对吧 你开啥票 最便宜的票 点最低的 那个就是物流的普通发票嘛 那个还五个点呢 这五个点还得说是我开 对吧 他人家不管那个 上微博上边 哎呀 给我这顿咬啊 咬到最后 于老师又帮我辟谣 也不算辟谣 是给我证明 说人家凭什么不收钱啊 他在这里边的付出啊 等等讲了一堆 但是到后边 这事就造成很很恶劣的影响 特别对一个公益组织而言 我说那就退了吧 算了 我以后就不再那个 在监理啊 什么不再跟着残户了 这个让我很伤心 就是让我很伤心 你解释不清楚 毕竟你收钱了 人家说的也也没啥毛病 你做公益 你怎么还能收钱呢 哎 这事直到今天 咱们再探讨 或者我在思考 金钱啊 道义啊 这件事的时候 才能够尝试去解读 或者理解他们 为什么那么想 你基于道义 咱俩就不要谈钱 你只要跟我谈钱 那你就是 不讲究 那就是 不讲道义 是吧 所以 可能之前我说 我能理解老川的一些做法 也是这个 咱们就放在桌面上聊呗 很多朋友说 大国给到一定的利益之后 他会不会去 无视台湾 是吧 甚至在背后捅台湾一刀 这是之前那期老王讲的啊 我觉得 那这是两件事 钱是基于道义 有些钱 他可 可能不会赚 他并不是谁的钱都挣 乌克兰给他钱 给他承诺 给他一些 许诺吧 等等 那么 他可能会出兵 直接去干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这边给他的钱 美国会不会收 这个就是基于道义了 也是要基于道义去考虑这件事 是吧 我给你钱 我要打台湾 我给你钱 我要打乌克兰 是吧 或者乌克兰给钱 你终结这场战争 咱们在这个时候考虑这种钱的时候 考虑这种生意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站在道义的角度去考虑 纯粹的生意吗 不可能啊 哪有纯粹的生意 是吧 那么再往前倒一倒 讲点旧事 拿炸弹之母炸塔利班的时候 是基于生意还是道义 对吧 出兵围剿IS的时候 把巴格达迪全家灭在了地道里的时候 是基于生意还是基于道义 谁给钱了吗 谁给了报销了吗 是吧 炸死苏莱曼尼的时候 那是谁给的钱呢 伊朗的仇家 伊朗的仇家太多了 以色列给的钱 也有可能啊 你看老美 老川吧 老川把最具争议的耶路撒冷 给了以色列 那么肯定是以色列付出了什么代价 足够的代价 那么老川炸了苏莱曼尼 也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给了一定的代价 是吧 那你这么看的话 伊朗给没给代价啊 伊朗给没给许诺啊 如果伊朗给许诺的话 老川会不会把耶路撒冷就划给伊朗呢 嗯 是吧 应该不会 是吧 这个说应该就是咱们基于道义的考虑 而不是基于到底给多少代价的考虑 甚至贸易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不都挺过瘾的吗 啊 什么关税壁垒啊 什么贸易制裁啊 禁运名单啊 哪样没有坚持到现在 不都一直在施行吗 然后中间呢 哎 我要买大豆 我要买猪肉 我要跟美国做生意 是吧 我要增加什么什么东西的采购量 来回来去的扯 那你说老川 基于这些所谓的生意啊 基于这些生意和许诺 他取消了什么吗 取消了啊 对台湾 不是香港 好多朋友跟我说或者留言 他把香港卖了 说真的 我一直没理解这个逻辑是什么 基于什么 是因为在香港期间 川普没有发声 或者美国没有表态 不对啊 也没少谴责呀 然后应该怎么干呢 嗯 让美国找英国 然后让英国过来再重新接管香港 是吧 你你到底怎么想 能想通这件事 或者直接出兵啊 基于道义出兵香港 让香港独立 或者通过其他的制裁手段 来逼着大国 嗯 让放弃香港的管制 这个东西 你我我理解不了啊 就是我没有办法梳理出来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啊 当然这个是可以探讨啊 你们可以留言嘛 哎呀 好吧 今天讲了这么多 也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老王的意思啊 或者那老王到底有没有讲明白啊 因为今天我是第一次啊 做这个频道的这两年多的第一次 我把手机翻过去了 以前我是用正面的那个摄像头 就是自拍的那个角度 今天呢 我是把手机倒个个 用后边的摄像头 啊 因为有朋友跟我说 后边的摄像头 像素啊 什么的 更高啊 我也不知道 试一下试一下啊 哎 搞不好都容易出镜 是吧 因为我现在完全看不见自己在 呃 镜头里面是什么样的 嗯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 哎 谈钱不伤感情 谈感情一定伤钱 我跟你谈生意 你就别跟我讲道义啊 你跟我讲道义 啊 我也跟你谈谈生意 这两件事 他俩永远是不可能完全拆开的 是吧 啊 凭什么我 我责任越大的时候 我负了责任 或者我去担啊 所谓的铁肩担道义 但是你就觉得我应该免费呢 凭什么呀 是吧 凭什么呀 啊 就这么着吧 呵呵 你们就偷着乐吧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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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